Andy是一间酒店的IT manager 这间酒店有100间房 Andy的工作相当轻松 他一向都可以确保住客有足够的频宽 令他们住得开心 他希望每位住客有1MB的频宽 然后他可以简单乘以100间房 再粗略地假设 同一时间只有40%的住客会使用网络 于是他得出总共需要40MB的频宽 一个非常容易得出的答案 但所有东西都改变了 越来越多使用WiFi的装置出现 iPhone、iPad、Android、PSP、Gameboy 如此类退 现在的住客会带更多的装置来酒店 爸爸可能会有一部手提电脑 一部手机 妈妈有手机和iPad 女儿又有部手机和iPad 儿子就有部手机和PSP 总共有8部装置 Andy上司矿大酒店的频宽到80MB 但都没用 原因是Andy没办法估计 到底需要同时服务多少部装置 如果他假设有800部装置 总共需要的频宽将会在320MB 成本会非常昂贵 而且他依然没办法公平地分配频宽 给所有的住客 一项独特功能QOS模组 Andy能够向每位用户 又或者客房进行单一共享速率限制 控制同一间房的装置 在同一个速率限制之下 除此之外 Ig4的进阶QOS模组支援多重频宽分层 于是Andy就可以这样分配总频宽了 20MB给公众客户 40MB给他的住客 10MB给挑选出来的VIP使用 10MB留给会议室 有了这个模组 Andy开始提供收费服务 供应更好的网络质素 特别受到商务客户 和参加会议的人士欢迎 令到网络服务成为酒店一项 能够提供收入的基建 有了Ig4 Andy所有的问题都得到解决 他现在可以再次计划 和落实所需要的频宽 持续确保住客的满意度 并且提供优质的收费服务 Andy终于开心了 请不吝点赞